題目是 好冷喔 現代人 大家早上起來都喜歡喝咖啡 很多人 這一題應該馬大哥 就沒有那麼在行 你早上起來會喝咖啡嗎 我從來不喝咖啡 你從來不喝咖啡 你們機會來了 好 請問喝咖啡的時候 我們在咖啡中加一些什麼東西 可以讓咖啡變不苦 選項1是 我們可以在咖啡中加一點點的鹽巴 就可以讓咖啡不苦了 好 加鹽巴 第2 加一點咖啡渣 就可以讓咖啡不苦 咖啡當中 第3個選項 在咖啡當中加一點點的檸檬汁 檸檬汁 咖啡就不苦了 第4個選項 我們把咖啡像印度拉茶一樣 倒來倒去 來回的衝擊 因為咖啡中 咖啡的分子 中的這個苦 遇到碰撞會被分解 你的選擇是什麼 習明哥 我選3檸檬汁 檸檬汁 檸檬汁 有沒有什麼原因 我覺得第一個我 從來沒看過有人喝咖啡渣的 對不對 又是三句吧 對 那倒來倒去 只會變涼 不會變甜 它只會甜 不然並不會改變口味 好強喔 我在推理 請問他答對了沒有 打錯 請坐 謝謝 加油 剩下三個選項 對 中紅 我選A A是什麼 加鹽巴 加點鹽 答對了沒有 完全五次 恭喜答對了 好冷喔 正確答案就是A 真的是加鹽 為什麼呢 它是有道理的 對 喝咖啡加鹽 為什麼可以消除苦味呢 這是因為我們的舌頭中 辨別甜的味蕾分布在舌尖 辨別苦的味蕾分布在舌頭的根部 鹹的味蕾則分布在舌頭的中間 所以當我們喝下加鹽的咖啡時 比較溫和的鹹味 會取代刺激性比較重的苦味 而大腦就會將鹹的味覺 取代苦的味覺了 現在我們就來看看 是否真的加鹽 咖啡會去除苦味呢 小姐小姐不好意思 我想請問一下 你今天買了什麼咖啡啊 小姐 你可以說給真的 我們看一下嗎 你為什麼不喝咖啡啊 你為什麼不喝咖啡啊 因為很苦 是嗎 那我現在告訴你一個小方法 就是讓咖啡變方法 你知道是什麼嗎 我知道 就是這個 鹽 好 這邊請你做個實驗喔 這邊會不會喝咖啡 一個鏡頭看一下 你先喝一口看看 很苦嗎 很苦 好 那我們現在加入三分之一的糖 鹽 好 鹽 好 喝看看 感覺如何 好像不見了 真的嗎 那你知道有一個方法 可以讓咖啡變不苦嗎 有 好 那我這邊有一個方法 這邊先請你喝 一杯黑咖啡先請你喝 你先喝看看是不是苦的 那我跟妳講 最後的方法就是鹽 我們早在咖啡當中 加入三分之一的鹽 攪拌一下 好 喝看看 看是不是還有苦味呢 真的變不苦了耶 真的對不對 經過街頭訪問後 證實黑咖啡加一點鹽 真的可以減少苦味喔 所以當鹽的味道 先感受到之後呢 那苦就被妳給忘了 忘掉了 被取代掉 所以是忘記了它苦的 被取代 對 在大腦的感知上 它被取代 所以苦味就別那麼彰顯了 對 好特別喔 所以這一題本來就是一三 再選一個啦 一三嘛 這裡是一三不容二虎啊 對 可是我猜錯了 猜錯了 可是他分析得很有道理 分析得很好喔 對 他可厲害了他 是的 曲忠恆 這個點數是你的了 請看多少 六十四點 你想給誰 七 七平哥 他比較找大的 他在尬你耶 七平 我給小可 給小可 給他 給徐小可 四點 所以小可現在是八點 好 馬上 味覺的問題 是 繼續向下延伸 還有很多可以探討的 好 下一題題目是 現在冬天是橘子的盛產季節 是的 請問 用什麼樣的方式 可以快速讓酸的橘子變嚴 哪四個選項 第一個選項 將橘子放在手掌上 旋轉五圈 因為碰撞會使酸分解 所以橘子就會甜 就是拿到橘子有沒有 趕快這樣 錯 就這樣喔 我以為是這樣選中 真的 怎麼卡 怎麼卡 你以為拿著橘子 然後一個人旋轉 一圈 因為你轉完之後頭暈了 然後吃橘子 好甜喔 好快喔 我確定 你生孩子有點影響到 神經病 你這個很像那個 食用前期搖一搖 有 這個意思你知道嗎 就橘子放在手掌上這樣子轉 這樣 轉個五圈 第二個選項是 來 把橘子放到冰箱的冷凍櫃 靜置五分鐘 因為橘子中的酸成分 遇到冰會分解 所以橘子就不酸了 第三個選項 將橘子放到微波乳裡面 微波三十秒 因為橘子中的酸成分 遇到熱會分解 所以讓橘子變甜 一個是遇到冰會分解 一個是遇到熱會分解 是遇到冷還是遇到熱 對 第四個選項是 將橘子放在蘋果的旁邊 因為蘋果會釋放出 加熱熟成的乙烯成分 讓橘子變得不酸 現在選擇來了 這四個是哪一個 西平哥 一是一定不對 所以又變成二三五 我要跟他一人挑一個 完全不好放在蘋果 我心中有我的答案 所以西平哥的答案選擇是 我選三 一選三 三 放到微波乳裡 微波三十秒 你做過這個遊戲嗎 從來沒有 因為我不做 我不做架式 請問答對了有沒有 來 恭喜答對了 謝謝 謝謝 你有選擇 請問 飯 請問 兩 四個選項 是 非常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